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星期三 故事今早又再进一步往上创了这个月的新稿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寒森指数先高开287点到26,074点 曾经轻轻的反复而低见25,915点 可是主要南筹还是有买盘去支持 结果指数就一步一步的上去 直到上午收市的时间指数已经曾经一度高见26,214点 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股市就上升了427点 当然暂时来说从走势方面看 由于恒生指数已经是成功突破了10天20跟50天线 看起来相对100天线来说好像是已经比较捷径 现在100天线大概在26,695点 等于说股市只有稳守在10,20跟50天线以上 移动线方面再往上看的应该是100天线 可是大家要留意过去两天的成交真的不太足够 星期一1200多亿 昨天也是1200多亿 今天可能稍微多一点点 可是相对指数在26,000以上来看 这个成交还是不太足够 等于说股市的动力一直不能够配合 我担心在未来一段时间股市的走势 所以可能还是会在高台有一点反复的 这个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再看看这个月 当然是一个先低后高走势 指数是从5号的低位23,681点 上升到今早的高位26,214点 等于说这个月的波幅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2533点 说真的这个波幅绝对不算少 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整个月的要求了 以前我曾经说过了 其实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 在5个交易天级内出现 只要先低后高走势不变 这个月的低位是在5号出现的话 那等于说这个月的高位应该是在 这个20号左右水平财富出来的 现在看起来这个股市应该是差不多的了 当然有一部分人觉得既然是股市在一个先低后高 而且主要南朝还是走势比较偏强 指数应该是可以再有条件有机会 再进一步往上创这个月的高位 可是我觉得相对2533点的波幅来说 其实已经不算少了 当然可以再往上走多一点点 可是问题就是 现在是没有什么特别利好的因素 只是在过去一点时间股市跌得比较明显 所以现在是在一个反弹之中 好了说到这一点我们再算一下股市 从6月2号的高位29490点开始的中期的回调 经过了16个星期的下调 到这个月5号的低位23681点 整个股市是回调5809点 当然这个跌幅也比较明显的 所以在基础上超卖之下 有一个基础上的反弹 好了从这个月5号的低位23681点的反弹 到今早的高位26214点 股市已经反弹了2533点 相对5809点的跌幅来说 股市已经反弹了40多个%了 说真的这个幅度也不算少的了 问题就是往后要是能够在进一步往下推 当然是大家希望是看得到的 可是成交方面真的是有足够 现在看起来在股市的动力方面 我总是觉得还是不太足够的 所以经过了2533点的大幅度的反弹之后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现在才冒进去的话 就要担心股市一旦出现高台的反复跟回吐的话 承担的风险当然也不会太小 这个大家要留意 好了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